是的,有我们的生活哪里有问题,你好,我是Brian Good morning,我是小芬 今天我们要聊说沙拉越的选举到底还能再等等吗 因为第三波的疫情非常的严重 那可是我们依据首相丹斯里木游丁所说的那样子 在联邦宪法和沙拉越州宪法之下 沙拉越州选举是无可避免的 因为唯有颁布紧急状态 政府才可以延迟进行这个选举 直到新冠肺炎的疫情结束 那我们当然也是心之肚明 冠病疫情不可能在我们沙拉越州议会 就是在明年六月任期届满之前跟我们say bye bye的 为此沙拉选举是不是只好在疫情之下进行呢 而在疫情底下进行的投票 即使一如选举文会所说的 会在新的标准作为程序之下进行 但是以普罗大众对政治还有对疫情的不安 投票率会不会创新低呢 在我们的今天生活哪里有问题 很荣幸就邀请来佛罗安区的议员 YB黄庆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来一起探讨 大家全民都在封选举这样子的一个话题 今天美国的选举也在进行当中 那什么时候轮到沙拉越 是不是这个时候就适合来解散 我们的州议会进行我们的州选举呢 有我们的YB黄庆伟在现场 YB你好 嗨大家好 各位听众好 首先就要问这个YB啦 到底什么时候沙拉越 我们的这个议会 会在什么时候最后的那个deadline 什么时候一定要解散 因为坊间有人说 三月四月 有人说是六月 最迟还可以到明年九月 到底最迟那一刻 我们可以几时解散这个州议会 如果真的要拖的话 请YB来跟我们科普一下 所以太多的这个猜测 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把它解答 根据这个沙拉越的宪法 任何的这个州议会 它会在五年的任期里面 它就会自动的这个解散 如果你不提前解散 你可以找解散 但是你不能够超过五年 五年是怎么算的 五年是从你 不是你中选那一次选举 五年前的选举的日期算 而是从第一次开会的日期算 我自己也忘记 我那时候2016年第一次开会 我查会去是六月七号 那一年2016年的州选举 是五月七号 但是是六月七号我们开会 所以这样子算回算来的话 我们是2012年六月七号那一天 就是会自动解散州议会 然后解散州议会里面 你必须之后呢 你必须要六十天里面就要进行选举 是 所以进行选举是讲进行投票 不是讲进行提名还是什么 而是进行必须要进行投票 所以就变成 如果说我们最迟可以拖延到 就是明年的六月吧 就要预备选举了 但是六月我们说 如果是有这个该你说 六十天的这个所谓的竞选期吧 所以我们最迟还可以到八月才可以进行这个选举 投票的动作 投票对嘛 宪法讲的不是这样 宪法讲的就是你要在那个六月七号那边算起来的六十天 六十天就必须要投票了 OK 包括很多的程序包括你要提名啊等等这样 也就是这样算下来应该就是八月七号一定要进行投票的一个动作 所以最迟到明年的八月 那其实目前我们看到这第三波疫情 我们首先在看到沙巴还有西马就很严重了 那这最近在古今这边就是哪里 哪里都在爆发 大家都是担惊受怕的 对 所以我们其实City Plus FM 我们之前也是有去做了一些街坊 很多人都不赞成的这个时候进行这个周旋的 那由于现在这个情况也很特殊 所以有些民众都说能不能 这一阶的周一会其实做得不错 那干脆因为疫情 再给他们个无缘 不要选举了 让他们继续连任 可以吗 我想不要可以吗 因为我想退休了 没有 因为我下一次就不竞选了 我也跟大家交代 所以这种东西 如果有人这样建议 我就很希望讲不要可以吗 OK 是有这样的可能 是有这样的可能 有人说不可能 但是我是觉得有这样的可能 为什么呢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沙劳越有这样的可能 沙劳越曾经发生过 所以我刚才有跟一斌刚才大概提起 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在历史上 沙劳越曾经有一届的这个周一会 我们是超过五年的 哪一届其实 新马半岛还有沙巴新加坡组成一个马来西亚联邦 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到1959年的时候我们是进行第一次的议会选举 州议会吗 我们那个时候叫做地方议会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 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是Under英国的知名 然后1963年我们还有多一次第二次的地方议会选举 那时候没有州的层次 因为我们还也不需要州 因为我们是属于个体 所以1963年6月的时候 就是讲9月16号我们组成马来西亚 6月的时候 同一年的6月我们还有多一次选举 选了过后 应该如果你算五年的话 就是1968年 需要这个选举 需要选举会借满 但是那一次的选举 我们到1969年才选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马来西亚的宪法和沙拉尔的宪法 同时间进行一个小修改 就是1968年的时候进行一个小修改 就是这个任期 无论是到几时 你就是跟着联邦的国会选举一起同步举行 给于那一个议会 所以那一个议会 我们其实这一个任期超过五年 是从这个 我可以给大家一个 那时候的选举 1963年的选举是在6月 那时候的选举比较惨 是6月18号到25号 所以投票日很多天 所以6月的时候选举过后 我们到下一次选举是1969年的5月10号选举 跟全国的国会选举 还有其他州属的州议会选举同步举行 所以就是讲任期接近了6年 超过5年 但是那个是有宪法的修改 马来西亚宪法修改 同时间是萨劳月宪法修改 萨劳月宪法修改在第21条文3A 所以多加了一个 就是讲那一个额外的 可以任期延长 这样听下来我们萨劳月还蛮特殊的 跟马来西亚其他州属来说 只有萨劳月可以再延续多一年 那时候他就讲没有给一个期限 终止你跟着办到国会的 只要超过2%的国会议席同意 可是后来我们萨劳月的周旋 是比较也没有跟其他州属 是跟国会同步的 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我们特殊之处 所以也造就了我们很可能 就说这一次很可能就不 如果要的话就不周旋 继续连任 这样的可能性就更高了 对吗 这个可能性有 你就讲到好像为什么之后 我们又萨劳月又跟其他的州属 又或者没有同步了 没有同步了 就是在1978年的时候 对 1978年 我们那时候全国解散国会 进行选举1978年 但是我们萨劳月却没有解散 到1979年 我相信那时候是根据我们 区域性的政治的考量 那个历史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们萨劳月又开始不一样了 又不一样选举 所以如果讲 这个萨劳月政府跟这个联邦政府 有意要再重新重复这个历史 就是1968年的那个历史的话 就是讲同步举行的话 他们可以做一个修改 就是讲在萨劳月的议会 你必须要三分之二超过通过 修改萨劳月州的宪法 和国会宪法三分之二通过才能够 但是如果是真的连任这件事情 好像是真的有眉目 或者是真的有可能进行的话 你觉得我们的执政党会想要吗 我知道你自己不想要了 但是其他的那些我们的议员 州议员还有我们的执政党 你觉得这对他们是有利益的吗 肯定啊 如果你给一个人继续做政府 他再免费 我们所谓的免费有没有的空 就是你不需要再选举 你就重新再做政府 你就继续 当然他们很高兴啊 那是第一个可能性修宪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 首相所建议的这个紧急状态 但是现在紧急状态又被元首拨掉了吗 所以那一个可能性就没在了 OK好 那首相说我有颁布紧急状态 才能够展延进行这个选举 就是无限期的可能展延了 那么所谓的紧急状态 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因为我们的元首他拒绝了 那这个如果真的是进入紧急状态的话 那我们整个局面是怎么样的 听起来像很紧张这样子啦 大阵仗 我们等一下回来再聊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的生活哪里有问题 哈喽你好我是小芬 哈喽你好我是Brian 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有这个佛罗安州 佛罗安区的州议员 YB黄庆伟在我们现场来跟我们聊聊 说到月议会到底是不是应该要在今年解赛 还是我们可以拖到明年的六月 因为刚这个YB已经跟我们解释了很清楚了嘛 就是我们的这个宪法当中呢 是说最后是可以六月解散了之后 一定要解散 然后就还可以有两个月的时间来进行这个竞选的动作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首相呢 他就说只有颁布紧急状态 全国颁布紧急状态的时候呢 才能够展延我们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州选举 那么所谓的紧急状态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听起来很紧张这样子 对紧急状态其实对的确是很紧张 如果全国性的一个紧急状态 而不是区域性的就是讲它会影响整个国家 整个国家那时候就任何的法律就有可能是被被这个 这个可以被悬挂起来 什么意思 就是讲可能这个所有的这个任何的这个任何的运作 任何的运作或者所有的这个法律都可以被掌握在政府的手上 政府executive 县法是想要executive 但是颁布紧急状态是元首的确定 所以这个随时担进政府 他就有权力 非常大的权力 他甚至可以直接 直接这个有 有这个草拟任何的这个法律 当然是要是要经过这个元首 他甚至还有这个权力 联邦政府有这个权力去插手州政府的事务 所以为什么这个首相会说紧急状态就能够让这个沙拉越州州选 不那个 因为为什么就是好像我们刚才说的 他可以直接修宪 他可以他可以不愿 不是讲直接修宪 他可以直接你一定另外一个法律 所以就是说任何现在所有的选举都可以延后 无限期的延后 不管你的宪法有怎样 就是紧急状态最重要 紧急状态到后来他给他最大的权力 我的解读是宪法给他最大的权力 就是你可以bypass宪法 你可以不尊重宪法 我们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三个东西就是土地 要有人名 要有宪法 没错 所以当你那个宪法给你权利去违抗我的时候 那个基本上是最大的权力 ok 那我其实也想了解说当我们国家要颁布这个所谓的紧急状态的时候 是哪一些情况 我们最近其实近年来都有一些的紧急状态 但是不是全国性的 是区域性的 一边刚才有提到 就是讲到这个烟埋的情况 是在2013年6月23号那时候是一个区域性的 沫亚和勒丹就是罗佛州的这个地方 但是很严重 很严重 然后之前还有一个 2005年那时候这个是 Pork Clan Pork Clan的一个紧急状态 巴胜港口 对 巴胜港口 因为也是掩埋的问题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区域性的情况下 就是讲 政府是直接插手任何的事物 基本上就没有所谓的这个层次的这个管理层 包括州政府 甚至可以不能够 你不能够插手 但是马来西亚有没有发生过 在颁布了紧急状态之后 然后首相就说 某一州就要立刻就解散 然后进行周旋 有这样子的例子吗 有可能 因为权力是属于这个 掌握在联邦政府的手上 那对于人民来说 就这个利益就被剥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的确是 那最近其实首相也是有说 我有这个 就针对目前的这个疫情来说 宪法的条文和精神 其实可以通过人为处理的 人为 对 那如果真的是要去到人为处理的地步的话 基本上 其实又可以怎么去处理呢 因为宪法现在是高高在上 那人为处理是可以怎么处理 你说的没有错 宪法其实基本上是管制任何的 对啊 驾驭一切 甚至是最高元首也必须活在 或者刑事在宪法底下 更何况是这个政府呢 但是 如果你所谓的人为处理 我们听一下都会毛骨手 人为处理的话 那就是 不是高高在上 其实另外一个字眼就是随心所欲 对 有点像黑箱作业这样的感觉 任何情况你都可以 所以因为你已经是紧急状态的时候 你宪法可以不准处 你甚至可以一个法律 是违抗宪法的 但是那个法律是你拟定的 那法律甚至也不需要经过这个国会 OK 所以其实首相这么说的话 他可能是因为 在这个紧急状态前提下 所以才说了这句话吧 对啊 所以我们说这个紧急状态 其实就是随心所欲 军台要做什么都 那即便是民众大部分 就是一面倒都是反现在 反对现在要进行我们的这个周旋的 但是有人也提出新加坡的例子 新加坡在疫情很严峻的时候 还是举行了他们的大选 而且当时他们的疫情也受到了控制 当然你可以说是新加坡 因为他们国家很小嘛 然后人口也比较 没有像我们这边那么的复杂 那基于这样子的例子 你觉得我们沙拉越应该 搏手一势吗 放手一搏吗 OK 问我自己非常个人的这个意见的话 OK 我相信我这个讲出去 一定很多网民要讨伐我 OK 但是我自己个人的意见 我觉得沙巴的这个选举 导致疫情爆发的这个例子 关键不在于选举 关键在于人为 所以选举与选举 不会导致一个这个疫情爆发 但是人怎样去 在选举里面 你怎样去竞选 你怎样去有没有遵守 这个严格的SOP 或者甚至可以有选举SOP 你看我们沙巴选举的时候 是没有选举SOP 但是我们有理发店SOP 我们有学校SOP 娱乐SOP 就是没有选举SOP 这个是非常糟糕 让人觉得很吊诡 对 我甚至看了一个article 就是讲那时候 其实竞选期间的时候 沙巴就有一种一种 就爆出来了 但是没有像现在那么严重 还没有到那么严重 但是他在攀爬 他在攀升 但是这一个疫情爆发的时候 人或者政治人物 注意的是选票 而忘记了 或者不在意 这个疫情 所以这是一个人性的弱点 我是觉得非常的悲哀 所以反观你说刚才新加坡 甚至我要举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牛西兰 这两个选举 在疫情的这个情况下去进行选举 选举过后没有更严重的爆发 这个疫情 说明什么 说明选举不选举 不是重点 而是人唯一的这个问题 然后难道我想要问一句 就是这样 难道现在疫情如果好的话 我们是00000 就可以进行选举 就肯定不会爆发 大家就可以掉以轻心 就可以掉以轻心 就可以群聚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疫情严重 我们不应该选举 疫情好就可以选举 如果人还是同一个款 同一个思维 同一个思维 我们多好的疫情的情况下 都会有可能爆发的 所以我是觉得 与其让这个我们等疫情好 所谓我们等待疫情好 有年每月我们说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时程是最好 倒不如我们就进行 现在应该我们能够进行的事情 甚至我们严格的选举的SOP是可以的 因为其实很多人说 这个选举 你到了明年6月届满的时候 8月一定要进行投票的动作 你都还是要进行 可能明年的疫情是更严重了 倒不如现在才进行 其实也有人发出这样子的一个声音 的确是 可是人民 我们去做街坊 我们完全感受得到 民众基本上是不赞同的 但是有些民众是说 如果是真的进行选举的话 我也不会出来投票 对 有些没办法了 还会出来投票 但是他们会很害怕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外比说的一番话 是很对的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爆发的疫情 这个后果怎么样 其实看我们的人到底怎么做 那等一下回来 那我们先要聊聊说 阿邦州有说了一些话 那等一下我们要来探讨一下 好 第三波的疫情之下 沙拉的选举到底还能再等等吗 如果是照我们YB这么说 其实基本上还是还可以再等的 是的我们节目中呢 有这个福罗安区的州议员 YB黄庆伟来做客 YB你好 在上个礼拜呢 我们的首长阿邦州啊 其实他昨天也是这么说啦 他说现在呢 人民的性命是排第一的 那现在因为疫情这样子 数字又不停的攀升 所以呢 他是觉得说 没有必要现在一定要选举 然后还是要 把球踢回去给卫生部啦 就是说还是要听取 这个卫生部的这个意见啦 来决定是不是要在近期之内周选 还是可以再演一演 那这一个决定应该是符合宪法 在一个非常politically correct的一句话吧 是是是 这的确是一个最 怎么讲 我们在政治上最好的一句话啦 最正确的一句话 大家都能够接受 当然我们把这个 听取这个卫生部的意见 我觉得是必须要的 因为疫情啊 疫情他不会认你是首长还是不首长嘛 不会认你现在是选举 他才不出来 对对 所以卫生部的这个意见是 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觉得同时间 也应该可以去参考 最近刚刚进行选举的这些国家 新加坡在最严重的时候进行选举 然后纽西兰也是最近进行选举 当然美国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啦 它本来就是爆发的很严重 我说这些好的管理的这种选举模式 这种选举模式的国家就可以去参考 特别是新加坡 新加坡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新加坡他们就特别有一个时段 每一天他都有一些的时段给这个电视台 政府国营的电视台 给不同的候选人 双方的候选人去上电视台去做这个 所以基本上整个campaign的程序过程 都是在线上 当然现在很多人也不需要上电视台 我就Facebook 或者一个网络的程序 所以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当然对于在野党来说 他们最厉害的武器就是trauma 他们就会变成有限制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在朝在野 其实他们在讲这个选举的时候 我在想其实都是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 哪一个时段对我来说是最好 现在这样的疫情的时段 对在野党可能会有一些的劣势 因为它不能够群聚 但是我是想这个疫情什么时候会过去 什么时候可以群聚 我讲就算我们现在control的很好 001个月好不好 也不可以群聚 所以以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在野党就应该要转换其他的模式 你不能够用传统的模式来去竞选 是对 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 那两个月的竞选期 大家都有这个机会 那如果换成你说的像西安坡这样的一个做法 大家都有个公平的机会 所以无论是政府的电视台都好 私营的电视台都好 可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slot给他们发表的一个看法 我倒是觉得我们不一样 真正的不一样了 而且也让人民不用群聚 不用有这样子的一个冒险 去受到感染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另外我们也看到选举委员会的主席阿杜盖尼 他就提醒 少拉越不适合在此时此刻进行周选 结果就遭到了我们少拉越旅游艺术及文化部的 以及兼这个轻体部的这个部长 阿杜盖尼他就回呛说 选举委员会你就做好你的事 不应该在这样子的选举的一个 该不该选举这样做出你的一个意见 这也不是你的职责 那所以我们想问一下这个YB 选举委员会真的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权限吗 基本上部长就是告诉他 你做好你的工不要激活 其实原本啊 原本选举委员会是一个executive body 就是他是执行的一个机构 执行机构就是人家告诉你现在选举 你就乖乖去做选举该做的东西 是被动的 对你基本上说真的 他没有权利去将detect什么时候选举 好像真的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格 对啊是由我们州方面的话就原州元首 当然州元首是听取首席部长的advise权告 所以这怎样都不会到一个公务员的身上 所以当然部长他用回嗆的方式是有他的一定的理由 就是讲基本告诉他就是mind your office 照顾好你自己的工作 不要跃权 哪怕这个选举委员会他可能是一个好心 或者是一个提醒 可是职责所在甚至是他们的这个身份的这个职责 他们真的是比较不太适宜发表这样的一个意见 因为这个选举委员会他必须要公正或者是很廉政的 所以他可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在这个政府的体制里面 基本上越权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你身为公务员你就不应该是越权 所以他会有这样子的冲突在那里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YBO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州选 如果真的是延到了明年六月解散 那八月进行嘛 那你觉得多了这样子半年的时间 差不多半年 半年多 几乎半年多的时间 你觉得这样子拉长战线的话 对于执政党比较好呢 还是对于在野党方面 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更多的campaign 以我这样分析的话 我觉得现在在野党会认为 这是他们最好的这个时间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你看全国性都非常的严重 这个疫情 包括半岛和沙巴 对 所以这个沙拉越其实是被关起来的 一个地方 所以基本上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野党就可以进行他们的选举 而且更有效的进行选举 就是其他人 没有人能够插手沙拉越的 就所谓的外源 对 所谓的外源 其实这对执政党来说是非常占有势的 特别是在疫情里面 你看这个疫情里面 政府都倾向于迅速的去进行选举 因为在这个疫情里面 政府其实就可以 其实是扮演一个保姆的角色 就是我要照顾全民的福利 特别在疫情这个期间 但是在野党就没有这样的方面的资源 所以基本上他就没有办法 所以在困难里面 谁给你一杯凉水 你会记得他的恩 所以我说在这个在炒方面 执政党方面 这是一个好时机对于他们来进行选举 这是我的分析 当然在野党就觉得你的好时机 就是我的坏时机 所以我就大家都用疫情来去作为他们筹码 说几时选举 其实真正背后是哪一个是对于大家的好时机 所以我们就听到很多在野党的那些政党的都纷纷说 这时候我们应该听取民意 应该不可以在这时候进行这个周旋 以这样子来抨击我们的现实政党 对对然后挑起民意 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 这是他们这个政治的策略 一种手段 可是如果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一个声音的话 那大家都是觉得 甚至我是觉得以民为本吧 大家以民为本 民众的声音就是说 这时候不适宜进行这个周旋 所以你目前这样看的话 以我们沙拉越执政党的智慧 你觉得会听取民意吗 我觉得这整这个印象粉 大家都要赚取这个印象粉 所以在野党在过去很多个政党都纷纷讲 挑起这个情绪 所以变成现在的这个执政党有点卡在两栏之间 我要竞选 但是我又不会那个 我又不能够竞选 所以他整个的情况就变成很诡异 到底我竞选我会不会单单 因为这一个我这时候竞选 我过去做的全部都是 回于一旦 回于一旦 你就单单讲 你现在叫我选举 我就是烦你 我就生气你投个生气票 情绪票 这个我就很难说会不会 但是我看这个纽西兰的这个选举 当时候那个反对声音也是很大 然后这个 这个他的首相 在新大就延后一次 延后一次选举 说之后我就不会再延后了 然后他就果断的进行选举 结果他是史无权利最好的这个成绩的这个首相 就反而买了明星 所以这个情绪的东西我觉得也是很看各区域的人民的这个情绪 上了一个人的情绪会不会到那种激安 就是说你过去做了任何东西我都不要听我也不要看 你现在叫我出来投票我就是出来投反对票 类似这样的东西会不会到那种极端呢 这个我就不是很确定 不能够很笃定的说 但是我是觉得人民倒是希望政府能够真正的听一次大家的民意 那如果这时候如果阿邦周说 昨天阿邦周说了 人民的健康最重要 我觉得这个大家会比较买单的 就说到大家的心里了 大家的软和 大家的这个生气的情绪 我觉得他的这个这一步也是走的 走的非常对 但是我们的州政府当然还没有做出一个最后的一个决定 或者公布了 不过最后以你外比你个人的这个看法的话 如果这时候真的进行选举的话 那很大可能出现的这个局面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 你看好 我还是觉得 我还是觉得 这个在疫情里面的这个选举 对于这个执政党当然会占优势 那是情况上的优势 第二大的 第二的这个情况上的优势就是 基本上现在如果讲两派在对质的话 有人每一派都有他自己的强点和弱点 对啊 然后在野党这次的弱点 就是在于他已经不是他以前的这个在野党 一些的这个发展政策 发展建设 还有一些的这个至少给一些的元件 Way forward 以后会是怎样要发展这个Saraijoo 每一年一个这个 我们的收入 许多的这个SST的这个钱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卖点 因为你看 当我们进入到这个疫情的情况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国家突然间经济崩溃 因为他需要拿 没有收入 还要需要拿钱出来 但是反观啊 全马来西亚就是Saraijoo 反而不止更贫穷 反而更加的富有 在这个政府的层次方面 所以你怎样用这个政府的富裕 来汇集这个人民 这就是要看南京政府 Saraijoo政府的这个智慧了 哇 真的 最后最后我还想问一题 我想请教一下YB 你觉得这一次 从这个新冠肺炎 在我们Saraijoo爆发开来 到现在 差不多要满一年的时间了 你觉得我们Saraijoo政府的防疫 做得怎么样 以目前我们就是看 这次关键 是 这个是figure 因为现在我们是第三波了 然后这个数字还不停不停的 这样的攀升 你觉得我们的这个 卫生部做得够 透明度做得够吗 然后防疫方面做的 教导方面 教育方面做得足吗 我会觉得以现在 目前的情况下 因为基本上 如果你说防疫 除了当今世界 除了中国做得最好 我们其他都好像是一个 还在学习当中 所以大家对许多的东西 都措手不及 以这样的情况下 我会觉得Saraijoo政府 以目前至少控制了 我们不是向其他的地方 是摆的 然后果断把这个Saraijoo的 这个边界 边界把它封闭起来 那个是一个很好的 做得很对的决定 然后我们在里面 疫情在里面移动的时候 至少是Saraijoo人民 怎样规范Saraijoo人民的一些的行动 那至少容易的多 所以我会觉得 当然这不只是 Saraijoo政府的一个 这个功劳 我觉得Saraijoo人民 也是非常的 配合 我觉得我们Saraijoo人民 也非常lovely 非常可爱 就是大家对于 这个疫情的时候 大家数字爆声的时候 大家你看 介绍上就没有人 没有人了 尤其是这几天 所以不要再说 Kuching I'm so disappointed with you 其实 I'm proud of you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 真的非常感谢 YB这次来做客 我们真的是掌握知识 对于宪法有更多的了解 谢谢YB 谢谢YB 下次多多上来玩 好